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丹丹 谢谢 本节目是由拜博口腔赞助播出 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买 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百事TVAPP应用程序 可以收看更多精彩的节目 对啊 今天我们来到加西武的国庆特别节目 所以这次我们祝大家 国庆快乐 加西武的传统我是知道的 每一年这个节目都是要下社区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曲阳路的街道 而且今天我们来到曲阳路街道 自由的港湖 嗯 我们都说啊就是咱们曲阳路街道 是上海的长寿之乡 根据联合国的规定 每百万人口当中 有75位百岁老人 就可以称为长寿之乡 我与上海市虹口区的曲阳路街道 户籍人口仅为91469人 而目前辖区中的百岁老人 就有46位 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长寿之乡 所以我们今天啊 到曲阳路街道来讨教一下 我们的长寿秘籍 这个啊 最最次的啊 散热自棋 今天啊 国庆大别节目 我表的就是啊 小兄弟 秋冬吴杨森 我们都吃过小兄弟 哪里有什么地方吃啊 啊那两个都感谢我们吗 感谢我小兄弟 已经准备好了 有请 四月老师 五星包老师包 王曾良老师 有请 有请一拉 书月 师从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 会唱护具 能演滑稽戏 如今又在原创大型护具 陈毅在上海中 担任唱腔设计 真的是戏曲界名副其实的小百搭 吴兴博 著名平坦表演艺术家 吴军玉之子 他师从平画大师 顾鸿博 神手梅 如今是平画艺术家 和上海曲协的主席 可谓是 匠文出胡子 黄振良 师从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 他创立了百姓故事会的品牌 组织故事演出团体 深入社区巡演 获得中国曲艺家协会颁发的 中国故事大王称号 那三兄弟 有没有这个排行的 三年最多 六多三年 平水数呢我最多 王老师能最多 我第一个是同意的 我比一呢都六个月 都六个月 六个月 都六个月 对对对 八门都可以最多 你最少呀 你那两条说说说 说说对 我说老虎 比一的小 我笑哪里 还有这个师弟 因为我第一道八王汝刚 那么我呢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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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两块老师 对对老师 那么刚刚就 这个你们三兄弟当中 这个小兄弟 有啥故事 帮我呢分享分享 哦一个故事啊 我一生那些故事太多了 当我认过 一来爸爸 我来上海 哈哈有名的 并我 忠实 欧君余 十四号 听到过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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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逛 口一口是十米 而是十米这个年龙标可以 年少 得知我 还有车车轻轻 一直跟老爷的爸爸 一小时会老爷的爸爸生老虾的门 所以跟到二次来 我爸爸就是他爸爸 以来我都想赌你 不过切得两性 不要切得不受 我到四月呢 现在我比他赌两岁 但是整个日从小到长途 对啊 因为他爸爸 他爸爸就是我爸爸 一个日降门后智 我都想呀 并我大师 女子 还并我大师 他就是缺一个指尖 这两个人呢 是我师兄 他就是缺一个父指尖 一个指尖 一个父指尖 那么弄随啥 我都想我做比士长要一个吧 我都带来说 这应该不啥啥 我说 这感情感觉有点像塑料三兄弟嘛 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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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谁位老师啊 我们们读啊 比方讲 按了我只该有的上日背老师 什么东上称老师 什么王上称老师 什么女命啊 根本哪是谁位老师 有的女命啊 其实我五星本来到这这个女命 我四个个名字没好听啊 叫 所以说 手指尖我都特别好听 叫后向尖 方向尖 就是普通话卷用的卷 所以我小名叫 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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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叫心脏症病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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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对名字写得有个姓 所以我叫五星本 姓没啥的 当中国没对立的 人没一个没老师的 我四个个也只不得了的 我都能讲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么王老师来 你是有哪个背的吗 有哪个字的说法吗 我那是可能讲的 那么我老师的名字呢 叫啥 王日华 黄日华 那个射雕英雄看 不好意思 口音讲多少 口音到语言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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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才学这个 那么我的呢 因为 我的先生叫王七连 连日背 所以当我第一个名字呢 叫王正连 当我这个马的飞机票什么 也就是马的王正连的飞机票 生文城那车验三三年 怎么验了上飞机呢 我也在阿宝这个 特别人 要去到这个 这个 这个趟车所力 气那种 给它 对吧 给它們的 minister 亲王明正连十有 我这叫国字 学政一名 小巴特上还阿宝干小五 那一个星是得了 那一个您可以有几个老师 有三个老师 你有三个老师 我的三个老师 我打给中国一个三十个老师 三十个老师 一老师 孙希成 对啊对啊 王子杠 还有作曲家伯之情 那么这时候我起码就是 宇本老师随着老师 宇本老师提约老师 我得了 我老师 那既然今天说到我们的三兄弟 是来秋冬化养生的 我跟你说 这位两位老师我不知道 我以前看四老师你知道 他在录像间歇 在迪尔代就是那个广场那里 迪將尖的就吹了那个椅子 上ender 我说 他说我健身 养生 减肥 我一天要走三万步 还是六万步 书岳老师 你有没有搞错 日行万步的概念 现在非常的火 为了督促自己走到一万步 很多老年人还买来了运动手环 来时刻提醒自己 每天走一万步 确实能够满足一个人 一天所需要的基本运动量 能够达到锻炼的效果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这并不意味着 走一万步就是健康的 因为老年人的腿脚机能日益退化 若每天非要坚持走一万步 会对膝盖或者腿脚等处的关节 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 那么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才健康呢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 六千步到八千步已经足够 我们也建议书岳老师 每天不要走太长的路 书岳走路健身 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 你不要听啊 你走嘛 当初没听啊 没听嘛 小朋友在哪里 你去哪里走狗 走狗走狗狗 我走狗呀走狗 我走狗呀走狗 狗狗 不是 我没留意 狗狗 刚才四月走狗 我刚刚听啊 阿拉姑女子结婚 那么四月四个分钟 一刚五 我刚刚弄得去喜酒的吧 给我送礼啊 跟妈妈开启 一刚我也表演一节目 所以我贴草票表演一节目 最有意啊 送了红包我也表演一节目 那么今天一老 姐姐来了走狗 跟外走狗 想不到又去走狗了 走狗呢 你先开始了 开始了嘛 那么四月呢四月呢 那么我当地我背了 阿拉子呢 就是新京港的 到附近 也在九地里想结婚了 但是我当地说 阿拉姑 好一生 我也在走狗 他走不回来了 哈哈哈哈 这去吃狗了 讲坟了 我这个一段 来进大老子 我来的吧 拿我来教我 我去一直走走走走走 但是你没说 你走得想 提音是最好啊 提音是没好 走到里面有阿特地 我看一看 他抹胜了 他抹胜了 你又抹胜了 我印尼斯基 最好的养生方法 困高 对吧 睡觉是最大的养生 我跟他们说 十三岩嘛 这个不叫困高 就是什么 各种养生方法叫 鬼血 对了 就有决将来 就是这个 哈哈哈哈 所以说 如果 阿拉这个 这个新宝 都可以啊 都捆个 这个 这个 捆了 把他来 知道吗 我 甚至就是跟阿拉斯的 跟我一样 两次 要饱了 饱了 我呢 老子 这个身体 一百九多 嗯 给到一个一百六十斤 只有 可以 我不太相信 我一直以为 打尿病是我这个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 他们三位的养生到底 有没有误区 正不正确 我们是不是可以取取筋 所以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 我们的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 主任医师 王宜医师 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们秋冬的养生知识 有请王医生 来 各位观众大家 国庆节快乐 王宜 上海中医药大学 博士生导师 岳阳中西结合医院 主任医师 著名内科专家 全国明老中医 学术经验继承人 他们会配合你的 这兄弟呢 米色这面好客 刚刚有老师讲 你头发发不了 头发白啊 它发为血之鱼 精气不做 精气不做 精血同源 给头发发白了 整个人是 精气一九分 你是懂事啊 以日啊 以日中医感情 以日啊 所于先天 先天之本是什么 是肾 哦 肾 肾 那是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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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医的肾就是肾脏 如果西医说肾不好了 就是说得肾病了 比如肾炎肾衰竭 而中医讲的肾 比如说肾虚 是它在这方面的功能出了问题 并不一定是肾脏有问题了 很多人肾虚 可能就是睡觉不好 其实没有明显的气质性病变 中医讲的肾虚 涵盖了人体很多方面的功能 主要指的是人的先天之本 一个人先天的体质如何 由肾的功能强弱来决定 同时与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密切相关 最近身体秋冬了以后有什么变化吗 一个工作室 所以那其实咱们说后天其实就养胜在秋冬还是蛮重要的对吧 因为中医掌前青春夏养羊 秋冬羊应 养羊 suo生的人生长 那么秋冬羊应是稍长 稍短 就是进取要被收为了 各种 ti wish 动力进步向防 我再公aremos extrêmement是补啊 补霊 补霊 冬季和养好身体 像养老虎一样 生生老虎了 烫 烫 什么烫 烫 随便烫烫 我一位同学大学大学大学 所以烫鸡烫 我最后烫的就是鸡 鸡就是老母鸡 酒店都到老母鸡 八地做生定会洗 不好意思 像四月老师可能烫烫出来 都能觉得好吧 我提起烫 提起牛汤吃了 吃了鸟水果 所以营养在他 他在高知学生 大鸟瓶 高血 第四个就是高鸟水学生 他到了 他到了 他发明了老狗 你一个星期喝一个混汤 没问题 提起烫肯定是不理性 我小到王老师吃了 王老师肯定吃了 应该老狗吃了 我去个理直告 我是做广告 就是比如说黑生 对吧 有点打理 打理生 到打理去 打理去嘛 没做朋友 这个打理的生 对吧 没有抵护人 抵护人是零 我告诉你 王老师可能没提起黑生 好吗 好吗 吃补品 进补 有可能 生气上 抵护医没好人 光得乘个表情 这都是鸡鸡毛啊 对 啥各种情况 各就罢了 王医生告诉我们 人在感冒期间 之所以尽量不要吃海参 是因为人在感冒的时候 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降低 尤其是脾胃功能 如果在这期间 食用了海参的话 不仅人体无法正常吸收 海参中的营养成分 还会加重身体机能的负担 像黄正良老师这样 每天都要吃海参的人 那么在遇到感冒时 就建议停止食用 另外高尿酸血症的病人 蛋白质过敏者 关节炎及痛风患者 患肠炎及长期便秘者 都不宜食用海参 今天我们的王医生在这里 我们就考一考智力 好不好 特别是我们的四老四岗了 还要开发一下智力 我们来开心连连看 健康连连看 游戏规则是 上方有六种食材 分别是白扁豆 百合 海参 红枣 菊花和莲心 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食补功效 那么下方的心 肝 脾 肺 肾 胃 六种脏器 如何与之对应呢 仅用直线 将它们一一对应连接起来 答错一个 那么嘉宾就必须 现场表演一个节目 不要偷看啊 大家自己做 另外两个也不见得正确的 要不要偷窄啊 偷窄吧 偷窄吧一定得 每一个对应一样 你觉得不对应也可以 我们先来告诉观众朋友们标准答案 白扁豆能够呵护我们的脾脏 百合可以润肺 海参有补肾的作用 红枣养胃 菊花护肝 而莲心的作用则是 安神清新火 对于我们的心脏有非常大的好处 我们的三兄弟能够全部答对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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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树老师的答案 一三可一可 中文大概中文 白扁豆是对着胃 对吧 百合是对着肺 海参是对着肾 红枣没有对 没想 露血一提 皮 对着皮 菊花是对着肝 然后莲心是对着心 对吧 我现在点 我没有看过 我老师都纠结 不纠结 好 那我们先看王老师 黄老师的已经这个对好了 白扁豆对心 百合对皮 海参对肝 海参 真的好东西啊 你不是天天吃吗 所以对吧 不然最绝对我一个提斯干 没有 他说了 关键是 每日增中 大连有朋友 我们的黄振良老师 每天都要吃海参 居然不知道海参是补肾的 遭到了吴兴博老师的无情嘲笑 真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们可怜的黄振良老师 只答对了议题 这个海参确实是在中医里面 是对这个肾 海参里面有很过的 有很过的 有很过的 它这个里面的蛋白质 它对肾肾筋 补肾筋 肾筋去做的 所以当不低 用海参来补肾筋 然后筋去的肾筋 比较好 王医生同时建议 海参虽然能够补肾 但是肾功能不全的人 尽量不要多吃海参 因为海参是一种 优质的蛋白质 在摄入人体之后 蛋白质代谢 导致鸡肝水平升高 从而不利于肾功能不全的治疗 我们的吴新博老师 帅不过三秒 吴老师 你这白扁多补胃 是咋想的呢 最终吴新博老师答对了三题 勉强及格 王医生能不能跟我们说 为什么这些东西 它是对应这些脏器吗 以外功能有哪好啊 脾气啊 由于塞的 都吃起来把皮疗 隔壁身体是好吃的 教官就比如说 像到我们这个年纪 女婴啊 女婴啊 这刚刚十七老总啊 是不是就可以多吃点这个白扁豆 对对 可以白扁豆 米仁 再放在一起 烧点粥啊 都是健脾的 所以很多人比如说 湿气去掉了 就死了 对 他的胖其实是湿气重 对吧 脾气是弹湿重 它就容易胖 我要多吃点白扁豆 王医生告诉我们 秋季干燥 百合可以炒菜 可以熬粥 可以有效地减少肝壳 红枣养胃 但不适合体质热性的人群 如何判断热性体质 那就看你的舌胎 是否很粘腻 阴虚者千万不能食用菊花 莲心不同于莲子 它是莲子中间的一根心子 这根心子安神清新火 有口腔溃疡 晚上睡眠不好的人可以食用 但是切记不可多吃 因为莲心不单伤胃 还容易卸掉人的精气 错的最多的两个人 先表演节目 就是错的最少的人 待会表演 我先去最错了 我先表演 不是 那么倒水了 打得最低于你 我先表演好了 好吧 那么斯洛斯 你真是学霸啊 想要啊 打得又最好 然后还先表演节目 那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他日內有病了也有傷 射了風而殺了啦 在家上平時印著不知道 天日也必有痛來的 到時間誰叫走到上下不同期 來過他要先去替啥更好 這張筆放飛肉燃 雲南特心去車上 公有草鴨做舊尾 那V個V送的日也心疆 放風是像雨沒樣 當鬼體動不能恩望 只要盡其身穩護雨沙咪 成了不盡的色高亮 他們是發苗子 苗子的心在雅明 上上上上 在雅明 唱得好不好 王醫生 你覺得蘇老師這個方子 開得怎麼樣 開來掛掛腳 我聽不懂 聽不懂嗎 聽不懂嗎 聽不懂我聽到了 聽不懂嗎 聽不懂我聽到了 老師通過藝術的作品當中 關於中醫的養生 和開快音樂 秋冬應該叫高方 開路方 這裏有很多知識在裏面的 王醫生如果在秋冬開高方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一些什麼嗎 秋冬地人說起是高方 很高方 比較高方 很高方 三太老腻了 三七老种了 各自就把这些工房 各种人关系要忽忽 切切开地开路上 就让身体比外功能恢复 四七后 特地再来开工房 那也就是 四老师能休息一下 好吧 好呀 能好了 能好了 能等到再来开这啥房子后来 好了 我就好了 哈哈哈哈 王医生 能够在四老师给您 性格哪呢 好不像啊 好不像啊 在性格方面这种对于养生 会有什么讲究啊 当然 比如说背上的您 容易心情或后 容易上脾气 比如说我们进去 背上也有违恶 就是 一年都要抱抱抱 就是一般的气 就是这样各种口 那么就是 各种气息 各种身体有运动 脂肪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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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容易上来 所以情绪 这跟身体的脂肪有关系 那其实我觉得王医生说过 咱们心情好 对于养生很重要 对不对 咱们曲洋路街道的 这些叔叔啊 阿姨们啊 都是管住嘴 迈开腿 这幸福生活 就一路走来了 所以今天有请我们 曲洋路街道 手仗舞队的叔叔阿姨们 上台为我们表演 有请 曲洋路街道 手仗健身操队 是2019年 2020年 两届长风杯 手仗健身操 全国邀请赛的 红牌获得者 手仗操 是近年来 在老年群体当中 兴起的健身方式 以手仗为健身工具 由举仗 摇仗 翘仗 绕仗 转仗 摆仗等动作组成 其中的很多动作 来源于我们 日常的生活场景 比如拖地板 骑自行车 打高尔夫球 踢箭子 钓鱼等等 练习手仗健身操 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运动量 循序渐进地 提高他们的心肺功能 在手脚 头部等部位协调的过程中 可以预防阿尔兹海默症 队长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队员呗 我们的队员呢 就是平均年龄在 都是60岁以上的 60岁以上 对对对 这里面年龄最长的是哪一位 我感觉 格威亚索 是不是 叔叔你今年多少岁了 今年71 71岁 叔叔到边上来 属老虎的 属老虎的 可以的 虎虎生威啊 那个叔叔我 其实我刚刚你在跳的时候 我注意到你的 你虽然被压在后面 但是很认真 你学跳这个手脚舞多久了 四年 四年了啊 那你觉得这个手脚舞 跳下来感觉怎么样 自己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健身很有好处 就是运动量 你说大吧 它不大 它是小娃娃也不小 它是和肩膀 阵身指导都是一样的 它是全身运动 对气息的循环很有好处 对心情的开朗 心情大有业的是 我们可以问一下王医生 其实老年人 他需不需要运动 然后运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我看了一下 觉得这个手脚舞 他们创作得很好 因为这个动作呢 难度不是很大 它不是这种幅度特别大的 但是呢 它各个关节都有 很多动作 它会把各个关节都打开 而且呢 但又不是很危险 就是老年人的运动 就怕 就刚才讲的 怕运动了 就很危险的运动 摔跤了 那你骨折了 那一躺 躺上 躺上 隔着容易 才一脚怪问题 但是呢 有一个 整个一个 这个手脚操 还是非常的 适合老年人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那我们也要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 手脚操的 所有的这个叔叔阿姨 你们在台上 那个舞姿 特别棒 特别美 最关键是脸上的 那个洋溢的神情 我觉得也特别棒 谢谢你们 谢谢 面对趋阳路街道 说说阿姨们的精彩表演 我们的特别观察员 小凯 也跃跃欲试 她会为我们带来 怎样的表演呢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我觉得其实唱歌好像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方法 心情愉快 打开废 废容量 好好好 根本我有事 根本我就 唱他就好吧 唱就好吧 鼓励一下好吧 大姑娘的翁 也留点青年 我把唱 洗澡病故事 唱也唱 金铃巴塔 一人又一生 金铃巴塔金铃 金铃巴塔的一人 一人巴塔有四十个 四十个老鱼金铃 风刺金铃娃娃香 一当金铃铃铃铃铃铃铃 一人巴塔杀的真伟大 三日古代劳动人民 无数几千平安 明山古城 留着道之间 标准 心音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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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凯这个表演也非常的棒 吴老师帮王老师 到底演什么节目 那到底也没来了 没来了 已经头脑就快动过了吗 对呀 王医生刚刚你有点胖 要多走动走动 所以你跑到后台去打探一下 好吧 小凯来到休息室探班 没想到吴新国和黄振良两位老师 在合作表演节目这件事情上犯了难 而舒悦在一旁却稳坐钓鱼台 那么休息室里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状况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吴新博和黄振良 本来要合作演出一段平话 但是现在却碰到了难题 杨博老师为了说书 没有专门的桌椅发愁 而坐在一旁的书院却不嫌事儿大 马上马来他马来 所以他你快来了 ives 现在今年要跟着 declared怕挽头 怕挽头 而且ი鷺有屏幕了 一定要 velocidade activities 什麼東西ண 兩位老師堅持 一定要有專門 用來說書的桌椅 但是 李氏三刻 節目組道哪里 去找這樣的桌椅呢 根本能耳吧 事實要能想想 得得到想這成為法 你招名過不好吃嗎 你招名過不好吃嗎 31萬戶鼠 結果評審一句 我聽到會發 什麼的好啊 這才是沒問題 一幹故事 我整理過 一整 Bible 我講故事 可能到了上來了 對吧 可能上來了 好的啊 好嗎 书岳老师 你就不要再搞笑了 矮子肚里疙瘩多 说的就是你 两位老师早已决定 各自表演一个节目 和书岳一起来了这么一出 而只有小凯被蒙在了鼓里 不过咱们的观众朋友 这一下可以大饱眼福了 节目准备好了吧 吴兴博和黄正良两位老师 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演 王毅医生与现场观众互动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三兄弟求冬化养生下集